海濱公園 可以看到在我旁邊 整個海浪現在是非常的明顯 不停的瘋狂拍打上岸 而整個海岸邊 現在也是拉起了封鎖線 海軍人員持續的守候在岸邊 要來提醒民眾 不要到海邊做關浪的活動 總管 今天的浪況大概 目前的浪況都還是有趨勢 就是增加的情況 那並呼籲民眾的部分 海風期間請不要到海邊 做一個關浪的活動 避免發生危險 那如果遇到緊急狀況 或需本署人員提供協助的部分 那可以撥打海軍署1188安全線 由本署人員來提供協助 以上 好 謝謝長官 其實受到山陀兒颱風的影響 山陀兒颱風它預計 將在今天的上半天到中午 這段時間從南台灣登陸 雖然說現在還沒有登陸 所以對花蓮整個目前降雨的情況 還沒有這麼的明顯 不過隨著這個颱風的暴風圈 登陸台灣之後 它帶來的水氣 以及外圍環流的影響 還是會對花蓮造成 可能局部地區會發生大好雨的情況 而且今天剛好適逢農曆的初一 所以各地需要嚴防海水倒灌 跟淹水的情形 提醒民眾現在沒有必要的話 千萬不要外出 待在家裡做好房台準備 並且也不要特別前往山區 跟海邊做活動 以上現場最近情況 時間盡頭先交還 棚內主播